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百姓 今天要為各位做精闢分析的是 迷流忌倒 敗札克 主動技能 流水邪術 CD4 最頂一橫行 符石轉為新符石 最右一直行 視力符石轉化為 妖族 水妖族符石 妖族符石增長幅度大概為1.5倍 基本上 跟我們的這個 水精靈仙女特奇拉的技能很類似 那特奇拉的水之仙女的話是 最底一橫行轉化為水 然後最左一直行視力轉化為新 基本上技能是 大同小異 那一個是水符石比較多 一個是心符石比較多 然後 敗札克他優於特奇拉的優點是CD4 但是他的攻擊 攻擊珠水妖族只有4顆 所以基本上 少1CD 然後 少1顆珠子 但是他有妖族符石的增傷 但是不一定 因為有些時候如果你是 那個 你的 隊伍是放妖精的話 心符石可能也是你的攻擊珠 所以這個要看關卡 或者是看你的 卡牌組去做搭配 那我個人的 認知的話是 你需要短CD的時候 才要用到這張卡牌 不然的話基本上 使用的幅度應該很低很低 超低的 不然就是要破解 例如說 頂航風化 我印象中好像是沒看過 忘記了 如果有的話 也歡迎觀眾留言告訴我 在哪一關 所以這張卡牌的話 我的認知是可刷可不收 但是如果你沒有特奇拉 特奇拉的時候 或許可以考慮一下 或許可以考慮一下 那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 我剛剛提到頂航風化對不對 那可能最後一隻航風化 風化也可以解 或者最後一隻航是 燃燒也可以解 基本上 所以這兩張卡牌是 類似的卡牌 那特性有一點點小小差異 所以可刷可不刷 公給大家參考 我是平白星 我們下次見 掰掰